就把资料先下载 所以从这边档案 然后下载成CSV OK CSV的话 在资料夹中显示 就是记得 你这边可以把它按编辑 其实编辑也可以 按右键编辑 或者按右键的把它开启用记事本 那开启之后的话 预设的它的另存新档 我们就不改好了 把它一样是UTF8 因为将来很多时候 人家给你的档案 有可能就是用UTF8 不过你 其实可以从编码里面可以看出 他到底是不是用自由软体 如果用自由软体 大部分都是用UTF8 可是如果说他给你的格式 可能用ANSRI 那有可能他就用Excel Excel里面也可以另存成CSV OK 所以如果他用Excel存的话 可能就ANSRI 那这边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记事本里面转存 其实记事本还蛮好用的 记事本有时候可以解决蛮多问题的 就是编码问题 像常常会遇到什么 你比如说外部资料 你要把它丢到 像Excel的资料 怎么跑到像一些什么 MySQL或Oracle 其他的资料 有时候丢进去变乱码 主要原因也是在这里 其实有时候你可以把它转存之后 转存之后 把它存成UTF8 再给别人去使用的话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避免掉乱码问题的话 干脆你全部的编码方式都用UTF8 这样的话基本上问题就比较少 OK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知道一下这个问题 第二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它直接在Python里面开启 那Python里面开启的话 我讲过 第一个我的档案在哪里 在上面这边点一下 有没有 这边路径点一下 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放到哪里 你放到Python里面去开启 那方法我们上几个月有讲过 所以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也许我们就先把这底下先触解掉 OK 那我现在RUN它应该OK的 这已经RUN完OK的结果 比如RUN完之后 我们大概会把它分成什么 上半部就是所有的人的成绩 下半部的话 它是它的各科目的总分跟平均 大概分成这样子 那首先要怎么做 第一个 怎么样列这个表出来 姓名 国文 其实就把它读进来 那读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 这把这边先注解掉 这边 我底下先不要RUN OK 我们先把它 先这边到这边 先注解一下 OK 那首先的话 如何开启外部的档案 假设我那个档案 它的位置是在哪里 在下载区里面的这个位置 在这里 这个路径底下的这个档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用Python来开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我上一礼拜有讲过 其实在Python里面语法非常简单 F指的是F物件 也就是你用Open的这个方法 他可以 你只要告诉他三个东西 前面两个一定是要的 第三个不见得要 也就是说 我的路径在哪里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把这边的路径 复制贴到这边来 把这个档名副档名放在这边来 有没有 路径 档名副档名 逗点 然后后面的话加一个什么R R指的是Read的模式 我要读哦 那以后他写的话就W 如果要复写的话就A模式 所以基本上大概会有这三种模式 OK 读最多了 当然写 再来是写到下面Append的模式 比如说你将来要写 写的话是覆盖模式 比如说你写了这个档 然后下一次再写另外一个档 的话 你又W它要盖过去 变成如果你假设要合并50个档案的话 那你用W模式变成一直盖 最后只剩最后那一个 那如果你用A模式的话 有没有 它就会写第一个 第二个跑到哪里 写到下面去 Append的模式 下面 所以50个 如果你要合并的话 你便用A模式 那再来encoding 我刚刚讲过了 encoding的部分 如果你是假设是微软的东西 你就不用加 这个可以不用加 但如果你今天是从 然后里面Google 试出来 Google是下来的东西 它是UT8 所以你一定要加一个 我的编码方式是UT8 OK 那这样子的话 你才有办法把它整个全部读 可是接下来的话 它会把它读到F物件 接下来我们可以用F物件里面几个方法 像ReadLights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什么 用Read也可以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用Read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用Read Read是全部读 读到哪里呢 读到... 假设吧 我习惯 Read的话 读到前面的话用S好了 S是S的串列 那你如果把它print的话 假设我今天print printS的话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写完 执行 有没有发现 print的话 可不可以 那你会发现 它其实Read的话 这个Type 其实你可以把它用Type Type S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S是什么呢 S它会是一个Straint 也就是把它读进来 然后你整个就写出去 那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写 可以 可是问题哦 用自串的缺点是说 如果你将来要分栏 因为你国文 要独立一栏 做总分加总 跟平均的话 那你用自串 你怎么处理 有没有 如果你用自串 基本上自串 你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变成说 你需要 做什么呢 读进来的时候 读到哪里 读到一个串列 然后串列里面的话 再分别去把它做切割 也就是把它的第一栏放在姓名 第二栏就放在国语 然后英文数学 就分别把它分割 所以特别注意 对哦 这边的话 你可能就是不能用read的 那我们用什么 用read line OK read line加S 因为它里面不只一行 很多行 有没有 帮我把它里面所有的这些一行 读过来 一行读过来 读到哪里 我希望如果它读进来是个list的话 那我就用个list1 好 你就帮我把这些全部都读到list1里面 并且帮我把它print出来 比如其实你现在把它print print list1好了 OK 假设list1 那你会发现 其实在print 它就是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它就长这样子 第一个就是姓名栏位的部分 姓名、国文、英文、数学 然后后面记得它会多一个换行 那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人的姓名 然后三个成绩加一个换行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姓名放在一栏 然后国文成绩放在一栏 把它分开来的话 记得我们上礼拜讲过 你可以加个中瓜胡 比如说中瓜胡0的话 你会发现执行会得到什么 有没有 如果你今天是只有中瓜胡0 它就是第一 等于是说readlite第一列的资料 如果是这边把它改成1的话 那你会发现 那就是找到什么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怎么样 再来想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分别把它切割 切割 特别说怎么切割 底下我会用几个方法切割吧 包含就是说 可是问题啊 我们这边总共会有四个栏位 那我四个栏位的话 其实像我的习惯 因为这个将来 你要把它Python里面的用那个串列的话 有时候其实不太好理解 所以我的习惯干脆把它想象成就是eSale eSale里面的话呢 把他直接干脆直接用什么 用 假设好 类似像eSale A栏 B栏 C D 所以我的习惯干脆在这边加什么 加一个 A 的串列 B 的串列 A C D 那之前我们讲过了 有没有 你加一个串列 你就要A等于一个中刮弧 B一个中刮弧 那其实里面要写四行 那我讲过了 行数越短越好 所以 如果你将来要把它全部写成一行的话 你可以写A 逗点一直到D 然后后面的话呢 记得你就是总共加了四个空的那个 List给他 那接下来做什么 接下来你就分别把它做切割 什么切 分别放进去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开档 待会我们来看 怎么切 那切完之后的话 再来算什么 各科的那个总分跟平均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